講青春 講夢想的電影拍過很多 不過真正感動過我 影響到我的 或者就只有這部Dead Poets Society 究竟是什麼原因能這部電影遇中不同? 因為裡面的青春是一部悲劇 而夢想 現實的痛苦 Dead Poets Society 講的是一班在傳統名校讀書 前程次感的高中生 和很多香港的中學生一樣 他們的未來彷彿就好像在他們出生的時候已經被寫定 有未來的醫生 未來的Banker 未來的律師 為了不負父母所望 他們十幾年的人生一直都好像只有向著這個目標前進 直至一個人在他們的生命中出現 他就是他們的英文老師John Keating 在這個現實功利的世界裡 Keating以反傳統的教學方式 帶領學生進入浪漫私人的桃園 他寄與學生把握少年的時光 一段Gather Your Rosebuds 畫意味 和莫代無法空子之有著異曲和公子妙 而一句Carpadium成為電影裡最為人傳眾的一句 他希望學生可以相信自己 不要盲目追隨大眾 敢於走自己的路 敢於不平凡 因為這私人Ward Whitman的一句 世界就好像一部偉大的劇作 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寫下屬於自己的一段 借詩詞說出這些道理 自然感覺更加優美更加浪漫 不過假如電影只停留在這個地步 然後就說各個角色怎樣被啟發追夢 還有怎樣成功的話 恐怕跟Facebook間中看到有人分享的 所謂inspirational quotes或者life stories模擬 而電影啟發之處正正在於下半部的編調 成為夢想和死亡的談討 這部份就由一個學生Neo 在一部話劇中得到演主角的機會展開 Neo十分喜歡做drama 甚至想成為一個演員 不過他爸爸就希望他獨醫 他知道他爸爸不會批准他參演這部話劇 於是他就瞞著他 假代爸爸寫信 向舞台製作方答應演出 出現當晚 Neo憑著出色的演技 得到全場熱烈的掌聲 為了他爸爸一個不單不欣賞 更加多面雜馬 回家之後更加和Neo說要他轉讀軍校 接駁上大學讀醫 Neo知道他爸爸一定不會被他完成做演員的心願 結果當晚吞槍自殺 校方為這件事設查 認定Neo的死 和Keating不當的教學模式有關 並且要求Keating的學生指證他 有學生寧願被趕出校都不肯指證老師 但大部份學生面對著開除的威脅 不得不簽下指證Keating的文件 於是學校有了充分的理由 最後就將他辭退 Deathport Society的主子 其實在於不斷以浪漫主義挑戰我們對快樂的傳統想法 首先就是成功的價值 電影特別在於他將追夢和成功脫勾 他沒有跟你說只需要堅持 理想必定能實現 他跟你說你要堅持做演員 這個夢不但遙不可及 連你第二部都未踏出就已經被人逼死 要堅持不出賣失望的老師 結果是會被人逐出校 堅持自己的教學理念 結果不夠一年就會被辭退 社會現實從來對夢的堅持都是如此苛刻 但正正因為電影將他和人生的成功脫勾 夢本身的價值反而更加能夠彰顯出來 當很多故事都是把堅持夢想和未來的成功掛勾而鼓勵我們 我們會想追夢既然能夠成功 浪漫和現實兩者兼得又何樂而不為呢 不過對著現實的殘酷 兩者不能夠兼得的時候 我們難免會問 到底真正有價值值得追求的是夢本身的浪漫 還是人生路上的成功 而夢想、堅持這些都只是通往著成功的其中一種手段 就好像哲學家探討價值的方法一樣 電影仿如將一個思想實驗呈現給觀眾 要找出我們重視的價值 往往要考慮兩個相衝突的價值 逼我們二擇其一 例如要權衡存在真實的世界和獲得快樂的價值 哪一樣比較重要 我們不會考慮一個自身真實存在又快樂的世界 而會問到底我們想會是一個虛擬的世界 而擁有所有的快樂 還是存在著一個真實但可能充滿著痛苦的世界 這裏建構出來的思想實驗 正正就是自學家Robernozik著名的The Experience Machine 和你,電影的現實讓我們知道 很多時候堅持夢想和達成夢想其實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 當下一剎那擁有夢想的青春帶給我們的快樂 又是否真的比傳統意義上的安運更值得追求呢? 故事再而挑戰的就是我們對生死的態度 死亡這個主題在電影中忍悔地不停出現 甚至可以說對比起表面上的青春追夢更是故事的主調 由Keating第一堂帶學生去看很多舊生的照片 說到的to the virgins make much of time 裡面提到 今天微笑著的花朵 明天可能已經死去 以至之後提過的不少詩詞和生死都有重要的關係 Keating教導學生最深刻的一課 就是說 Medicine, Law, Business, Engineering 這些都是專貴的職業,是衛生的工具 不過Poetry, Beauty, Romance, Love 這些才是我們生存的原因 由此 Keating再引用Ward Woodman的詩詞 O Me, O Life 先綿綿畫著一個了無生氣的社會環境 前腦亡亡下,不敢問出一句 What good? Amid this? 到底還有什麼推動我們繼續走下去? 答案就是生命仍然存在,我們依然自我 Life exists and identity Deadpool Society最會開端的一段 來自Thoreau的Warden,湖濱山記 裡面也有提到生死 Thoreau說要去到森林裡隱居的原因 是因為他想感受生命的本質,吸取生命的精華 而不至於在死的時候,發現自己其實沒有真正活過 Keating在Neo自殺之後再次將這頁翻出來,悲極而言 在社會的主流觀感來看 死亡基本上是第一個人可以發生罪話的事 Neo的自殺也是一開始我們歸類這部電影 或是一部悲劇的原因 但這樣是不是正正跌入了電影 借這些詩詞挑戰我們的觀念呢? 對於這些作家來說 有件事或者比死亡更慘 就是失去自我 沒有寫過屬於自己的一段劇本 從生到死也沒有真正活過 就Neo的角度來說 他知道這次反叛之後 以後的人生都只會跟著家人鋪排的路走 至少未來十年都只會埋頭苦幹飲動醫 參演的這部舞台劇製作衰少 不過或者會是他人生中最自我最燦爛的一點 此後的生活如果是平庸的話 還有衛生的工具 但沒有生存的原因 這樣對於Neo來說 死亡或者不是什麼悲劇 因為他已經寫下過最忠於自己的一段 已經真正活過 在這個意義上 這裏的自殺其實是浪漫的 是解放 也是快樂的 不過電影的narrative沒有就此推下去 來到這裏電影都只是提出問題 只是浪漫主義挑戰被現實主義主張的世界 而沒有像其他青春電影一樣 明確推崇浪漫主義的價值 那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兩種價值 其實沒有一種被另一種絕對的值得追求 每有人說出一句 但只有他們的夢中能夠自由 永遠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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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另外有人說出這樣的一句 電影在最後將掙扎和決定交給我們 我們可以選擇像Charlie一樣 寧願被人踢出校 都擁護作為他浪漫思想啟蒙的老師 或者像其他學生一樣 向現實妥協 簽下指證老師的文件 無論我們最後選擇是什麼 Keating都不會說這個選擇是錯的 因為最後就如Keating 其實都沒有一味主張追求浪漫的價值 如他所說 有一個時候要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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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傻人 有一個人明白 誰要招待 最後就是我們的衡量 取捨和掙扎 而我想他希望的 僅僅是不要忘記 有這樣的老師存在過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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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 客人